政府杀人立刻下台 政府杀人立刻下台 李嘉隆你是下概者啊 你好意思是站在那里吗 赶快下台啦 五十条人命 你好意思吗 李嘉隆你好意思吗 五十条人命的伤痛 报民众对政府的愤怒 在第一线咨询的立法委员 喊出民众最想的呐喊的心声 点名行政院长苏仁昌 和交通部长李嘉隆 应该下台为这起事故 负起最大的政治承论 交通部长李嘉隆 坚从事故的话令现场 返回台北立法院 接受备询报告前 对这起民众事故 再次向全体国人 表达最深的歉意 我要代表交通部跟台铁 向所有罹难者 受伤者 跟他的家属 至上最深的歉意 我不管未来在哪个位置上 我也会 永远的 陪伴 当然 这是一个台湾社会 集体的伤痛 林江隆虽然也在哽咽 不过 还是有法换回 这五十名乘客的生命 也不要抚平林安子家属的伤痛 他强调会为整起事件负起责任 我们要厘清这一次事故的真相 要彻底地检讨 才能够一起走出这个伤痛 那么身为一个政务官 我会承担 我会承担 一切的责任 交融委员会 在江户部长林江隆背询之前 先为这起事故不幸离案乘客 默安一分钟 也提案要将离案前 监守港贵的台铁司机员 袁存修 而助理事件员江沛峰 提报陆市中列石 我们这是以行政院 就是冒险犯难的这个最高股序为目标 另外也在 就是帮他们办理 能够授予交通奖章 在旧所部分 郭北朝野立法委员 一致认为 台铁在这一次事故 没有尽到工程建造责任 是导致这次严重惨剧的最大关键 更多的台东人 心里面除了 说不出来那种沉重悲痛之外 更有说不出来的怒气 这是一个 可能是长期来台铁 结构性的一个问题 台铁有做好监督的责任 请问一下 这一次的事故意外 林佳龙在备学中突然点头认了 台铁在工程监督上的责任 也提出未来改进的建议 台铁三年内发生两次严重事故 外船府用高层 有一把百岩老电台铁 比照中滑油症的模式 进行民工事化的改革 其实有些政策性的补贴 不应该算到台铁的帐上 我们要台铁好 不能要台铁 我们都能了解 就是说不吃草 很多因素还是需要政府整理 包括府院 一起来形成一个改革方案 我们要帮台铁走出一条路 这不是台铁自己的事情 这是台湾人的事情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